改查,而增生改查咱们用到的方法就是 add,添加,clear,remove,size,iterated,exampled,以及counted4,数字用这些 那剩下的老师说了,你这个程序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程序的核心就是算法和数据结构 要么为了提高开发效率,要么为了提高运行效率 数字这样的,那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两种数据结构了 一种数据结构叫数字 它的优点就是便利快,添加删除效率低,对吧 还有讲了一种叫做链表,链表它的便利慢 它的为什么便利慢,因为它开辟的空间不是连续的 哪有地址,哪有位置往哪开,哪有位置往哪开 反正是开一个空间就创建一个节点,node,对不对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node连在一起啊 是不是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link list 所以它的底层数据结构叫链表,而我们的这个link list 它所使用的叫双向链表 所以当你每调用一次AD方法的时候 它的底层都是创建一个node的对象 而这node的对象就由三部分组成 一部分就是它的PIEV,它的前个元素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nice的后续元素 这是是不是它自己的本身啊 为什么便利的效率低,你从这你也能看出来了 我们数族只存储元素,所以一找一个准 一找就找到了吧 你这个是存了三块 是不是存储起来就比较复杂 你既然存储起来复杂 那你便利起来就一定会复杂 但是它的效率是什么呢 但是它的插入和添加效率是高的 是不是?因为不需要移动元素了呀 不需要移动元素,那它的效率就是高的 但我们说这还是有优缺点 然后呢,再看一下,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什么 这个是,优点是便利快,添加删除效率低 这个是,添加删除效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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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添加删除效率高 但是它的便利慢,对不对 我有没有比它更好的,就是增删改查都快的呢 有,这个SIDE接口当中的一个实现来 叫哈希SIDE SIDE接口当中的一个实现类叫哈希SIDE这个类 这个类的添加删除查询以及便利的效率 是这些当中最高的 它是最高的 它哈希SIDE它的底层数据结构叫哈希表 它的底层数据结构是哈希表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咱们第一个来看一下哈希SIDE如何来使用 我就是不讲你也会它的使用 来看一下哈希SIDE就是我不讲,老师说了,是不是我不讲你也会它的使用啊 那我们现在来,呃,叫做哈希SIDE 那这块改成SIDE接口了啊,换了个包 然后呢,我们说老师不讲你也会用 那怎么会用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方法吧 它是一个接口,它直接继承什么? 它继承可来一身接口,那你看一下这里面的方法你有不认识的吗? 你里面的方法有不认识的吗?没了就这些 没了就这些 集合中元素的各数 集合是否为空 判断,迭代,添加,移除 呃,判断全部,添加全部 删除全部,Clear,比较,以及哈希Code 这个你不认识,你不认识没关系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方法前面加Defone了 它是1.8的新方法 因为在GDK1.8之前 在GDK1.8之前 接口当中是不允许有方法体的 而这个方法是有方法体的 有方法体那要求你前面是有必须加上一个观念字叫Defone 而且从这你也能看出来了 它的版本是叫1.8 是不是? 然后呢 那老师给你看了这些方法之后 你发现好像都熟悉 是吧 那都熟悉怎么用? 都熟悉 那咱就写呗 哈希Code 那这个叫什么? 创建集合对象 我们的List 我们的ArrayList Link List 是不是都是这样创建的 那这个叫做创建集合对象 你把这个集合对象创建完成之后 要做的是什么呀? 要做的是像集合当中添加元素 然后你发现在这个里面好像没有跟索引有关的方法 就没有index之类的 那也就说老师上午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所有跟索引有关的方法 是不是丽丝接口所特有的方法 那现在呢 我们继续添 添加元 哪些呢? 这样 添加元素怎么添呢? ADD就可以了呗 反正别的也不会 就会一个ADD是吧? HIS.ADD 添加一个叫HELLO HIS. 我不能老听HELLO了 老听HELLO干嘛呀? 换一个 加APE 换个水果系列 多吃维C 可以提高免疫力 Apple Bonano 还会什么? 还认识什么水果 西红柿是水果吗? 西红柿是水果吗? 西红柿是水果 西红柿是不是水果 我也不清楚 反正你们自己研究去吧 它爱是苹果 不爱是苹果去了 它爱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反正你看一下 我在这添加了几个元素 5个 添加了 我调用了5次ADD方法 是不是添加了5个元素 那现在请问 集合中元素的 个数 几个 5个 5个 HS.2 Size 现在就搞不清楚了 有些学说5个 有些学说是4个 那到底来看一下吧 到底是5个还是4个 4个 4个 运行结果已经出来了 4个 谁没添加进去 4个 谁没添加进去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这个 这个 这好像不对啊 这我添加的 我不是这么添加的 我的第二个添加是 iPhone 第三个添加 你发现它跟我添加的不一样 是不是 它的给你出现的这个结果 和我添加的是我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Size的特点吗 什么 无序 是不是Size的特点是无序 你发现添加的这个不一样 是吧 所以哈希Size的特点叫无序 而且什么 唯一 那关键的问题是 到底这一个是天没添进去 是对原来的Apple进行是覆盖的 还是添进去的 那你就先看看这个添加的方法 我告诉你 这个添加的方法的返回值是不耳类型 那我们现在来输出一下 看一下我的第一个Apple 这是我添加 看它的返回值 然后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Apple 看一下它俩的返回值是什么 这个返回值是错 添加成功 这个返回值是False False不是添加失败是没有添加 因为发现集合当中已经存在一个叫做ipod了 所以它就不会再往里添加了 听清楚了吗 它发现里面集合当中已经有ipod这个对象了 所以它就不添加了 是不是就保证了一个微笑 那然后现在我们再看集合还有啥 那这个叫添加 这个是size 还有什么呀 集合是否围空啊 集合是否围空 你知道这方法是谁不 集合是否围空 然后紧接着包含判断怎么判断呀 HS.content 判断谁 APPLE 看判断苹果在极客当中是否存在 还真存在 是吧 它没有所以 是吧 那我们再删除吧 删除S.clear 看一下 Clear什么意思 清霉了 昨天用过这方法 你发现昨天用的方法 今天用起来就很熟练了 HS.remove 那我再将谁删了呢 再将GIAP 再将我的grip删除 能不能删出去啊 还有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是不是删完了 那这个呢 你看一下我们还剩啥 还剩啥了呀 能添加 能获取 能判断 能删除 甚至是不是还有一个编例啊 那编例怎么变 HS.iterator 它的结果是什么 IT iterator类型 那iterator类型怎么变利的 呃 我们是应该这样写的 叫谁 ite.s.net有元素吗 有元素我就将元素取出 是不是咱们一直是这样去写的 然后现在你看一下 有几句代码 一句 两句 两句了 点啥了 这是 两句 三句 加括号几句 四句 我告诉你 人家老外说 你们写的这段代码no 他说咱们写的这段代码不好 对 他说咱们写的这段代码不好 为什么 他说的你们写的这段代码是非常浪费内存的 他说咱们写的这段代码是浪费内存的 那老外写代码怎么写 老外写代码是这样写的 for 是这样写的 叫什么呢 hs.iterator 然后呢 它的返回类型是要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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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叫做什么 这叫 老外把它叫出处化变量 我们也叫出处化变量 it.hs.nice 有数据吗 然后有数据的话 我it.nice将数据取出 总共三句搞定 这不是 对啊有些说是一样吗 但是你别忘了 我这个迭代器对象 it是这个放循环当中的局部变量 在放循环结束之后 这个变量就从内存当中消失了 但是我这个it是主方法 是密方法当中的局部变量 什么时候主方法结束 什么时候这个对象消失 什么时候这个变量消失 他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什么 你长时间占用占内锁 因为你的it一直要指向对当中的对象 然后呢 而我这个是什么主方法一结束 这个it就没有了 主方法一结束 这个放循环一结束 他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 所以他告诉你这叫节省内存 你也会经常在API当中看到这样的代码 其实说白了一样不一样 一样 都是判断有元素嘛 有元素胶元素取出 什么都干都是干的这活 但是呢你经常在API当中看的是像这样的情况 听清楚了吗 实际上他们的代码是完全一样 就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这个ite和it的生命周期不一样 听清楚了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Site集合的一个叫哈希Site的使用 现在老师再问一下 我这里面有你不认识的代码吗 没有 发现这里面的代码都是昨天用过的 是吧 那这个Site Site接口的实现类是谁呢 叫做什么 哈希Site 那它的底层数据 它的底层数据结构叫做哈希表 然后呢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无血 而且是唯一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叫哈希Site的使用 你发现在哈希Site的使用 即使老师不教你你也会 因为整个集合体系最共性的方法 昨天说完了 增上改查 是不是 那我们主要研究什么 主要研究的是哈希表 什么是哈希表 为什么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我们要研究一下什么是哈希表 它的速度为什么是最快的 是不是又涉及到了我们的数据结构问题 那打开我们这个数据结构 去找看看啊 数个二杀数除 查找盘序 看到哈希的东西了吗 读现成里吗 没在读现成里啊 看看没有哈希啊 我记得有哈希那种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那就在这找 没有呢 看那你就看我的PPT 没有你就开始看我的PPT 然后呢 这个就是哈希表的原理 这是哈希表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哈希表 这是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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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希表 这是什么 哈希表的主结构 哈希表的主结构是数组 不是人家3456嘛 它的主结构是数组 那它的一个次结构是什么 练表 所以哈希表 什么是哈希表 就是数组加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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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人家告诉你说 它的这一个哈希表 叫神奇的结构 哈希表又被称作叫闪列表 散散散列表 它告诉你是一个神奇的结构 为什么神奇的结构 这个哈希表 它的优点是 添加速度快 删除速度快 查询速度快 但有一点就是无序 这是它的缺点嘛 但是它的优点是 查询添加速度快 都快对吧 那我们就得想一下 为什么神奇的快呢 是不是啊 为什么神奇的快 那在这呢 哈希表的存储原理在这 我把这个图先给你截过来 我把这个图给你截过来 这个图先截过来 这是哈希表吧 先截过来 等会啊 我在这记得 有 没着 在哪呢 查找 查找里面查找在哪 这 我记得有了这吗 哈希表 在这的时候 你看一下哈希表 我说不可能 不有这么关键的东西 哈希表的结构的特点 也叫散列表 对吧 说了它的特点很快 神奇的快 对啊 为什么这么快 添加删除 添加删除 查询效率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它的结构 是要顺序表加链表 而顺序表 主结构 顺序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数组 然后呢 它这块又使用了什么 每个顺序表的节点 在单独去引出一个链表 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呢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是这样解的 哈希表是如何来添加数据的 哈希表是如何添加数据的 第一 要求计算哈希马值 这回你知道为什么类都要重写 object的哈希寇的方法了吧 重写哈希寇的方法的作用是要计算这个对象的哈希马值 然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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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结构是数组 所以你23这个对象 就应该放在数组当中 所以为1的位置上 你看一下这个位置上有元素吗 没有 这个位置上没有元素 那我们说了集合当中存什么 你集合当中存储的 是不是这个对象的内存地址 是不是 你集合当中存储的是 这个对象的内存地址 那我在这画一下 我在这画一下 那这是谁 这个是我的一个叫做 23这个对象 是不是 23这个对象有内存地址吗 有 我给它下编一个吧 反正地址不是就零X开头的吗 16斤之后对吧 那我这块为什么画了两块 因为主数据结构是数组 它的每一个所有位置上 是不是还有个链表 那现在它是第一个元素 它后面有链接的吗 没有 它有后续元素吗 没有 所以它的这块书写的叫NURL 那我们的所引为1的这个位置上存的是谁 所引为1的位置上 它所存储的就是这个23这个对象的地址 然后呢 那我的所引为1是不是就指向了这块空间 就指向这块空间没有问题吧 这是我看懂了 有上五的数组和链表你就能看得懂这个 是吧 那然后再看36 36这引替着对象 它合适 这是它的哈希码值对吧 去计算存储位置 36除以11上三约三 是不是上三约三啊 那36数据应该放在所引为3的这个位置上 那我在这吧 那我在这呢又是一块空间 那这块空间当中依然分两块 一块存谁 一块存36 然后呢 它后续是没有元素的 是不是NURL啊 然后它的内存地址0x778吧 为什么叫78 这个是我写的 我随便写的 那我的所引为3的位置 由于没有元素 现在是不是开始存储它了 那我的为3的位置 现在就指向这块空间了 能理解这概念吧 它就指向了这个位置 听清楚了吗 那你再看一下48怎么办 等会啊 我把这0x65放这来啊 不然的话一会那块写不了了 0x65放这 那然后你看一下48呢 48上次于4 那48所引4的位置有元素吗 没有 那所引为4的这块位置 在这个下边我是不是又写了两块 一块存谁 48 然后呢 它的4结构是链表 我这是创建了一个节点 创建了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的地址0x87 0x87 那我的所引为4的位置上 应该存谁 所引为4的位置上 是不是应该存0x87 然后呢 就指向了这个节点 能看清楚吧 数上 然后紧接下来看这个77 上期于0 是不是 上期于0 那它就应该放这呗 现在你看 现在我都没有给你画多 就画到这儿你看看 你就能看出来 它有序没序啊 没序啊 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无序了 77放这儿 然后呢 它的后续结构是单链表 没有 然后呢 给它个地址吧 0x fd行吗 fd行吗 可以呀 你的 你的这个地址不是六斤质吗 然后 然后所引为0的位置是 所引为0的位置 现在是不是就是存储了这个节点 没问题吧 然后再看86 86人家算完的是9 你算一下 差不多啊 9 那9的话那在哪 9在哪 9在这 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了 哈希表是无序的了 是吧 那你的创建了一个节点 节点里面存储的是86 它的没有后续节点 没有后续节点是为空 然后呢 有地址吧 只要是有地址 然后呢 那我在这 0x 别老写这个 0x98 0x98 那我在这的时候 谁存它了 所引为9的位置 是不是存着它 那我所引为9 就指向了这个节点吧 然后关键是下一个 下一个是多少 67上6于1对吗 上6于1的话 那我的67应该放哪里 我的67是不是应该放 所引为1的位置上 但是所引为1的位置上 现在已经有元素了 已经有元素了 但是我这元素是多少 23和67一样吗 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它俩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它俩不一样 你肯定在你的心里比了一下 你在你的心里肯定是写的 23和67它俩不一样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这第三个 如果 该位置上 该位置上没有元素怎么办 直接添加 是刚才是这样的 说那如果该位置上有元素怎么办 调用EQ是方法比较内容 调EQ是方法比内容 内容不同 使用链表 是内容不同 该使用链表往下链了 对吧 那内容相同呢 内容相同则不添加 内容相同则不添加 那内容相同不添加的话 是不是去掉重复元素了 是吧 那现在我的 我的67到底应不应该添加呀 应该哈 因为我发现这个位置有元素了 23 23和67比一下 反正它俩不一样 不一样 那我的67是不是就应该放这 那我在这又换了一个 又 又有一个节点了吧 这个节点里面存储的是谁 这个节点里面存储的是67 然后67有后续元素吗 没有 67有内存地址吗 有 有 也不能叫65了 68 是不是它叫0x68 那然后谁来存储0x68 23和6 你的这个节点 23这个节点 现在它是不是后续有元素了 它的后续元素叫0x68吧 所以那它是不是就 现在链表就开始指向这块了 指哪下 是吧 指向这个位置啊 对吧 现在你看一下主结构是数族 我们的次结构用的 现在是不是开始链表了 位置上有元素的话 使用链表是不是开始链接了 然后呢 再看下一个是谁 76 76在这呢 是吧 在这吧 是不 那76 那76在这的话 那我们说 又来一个节点 它存储的叫谁 76 那它有后续元素吗 没有 然后它有地址吗 有 它有地址 谁来存储它的地址 我的这一个索引为10的位置存它的地址啊 那然后索引为10的 你的鼠标呢 鼠标这呢 然后索引为10 是不是就开始指向了这块位置啊 然后下一个又是谁 23 23怎么办 23 计算完存储位置之后 看一下 存储位置是不是应该是1啊 发现1的这个位置上有元素 然后比一下吧 位置有元素 咱们是不是开始比内容了 23和23相等啊 相等 发现内容也是相等的 那它拿出根本不添 是不是这叫去掉存储元素 那下一个该谁 56 56怎么办呀 56的位置应该是1 1的位置有元素吗 有 有 掉1个数方法比一下相等吧 不相等 再比一下相等吧 不相等 那既然内容不相等 它是不是应该添加进来 那添加进来之后怎么添呀 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新的节点 新的节点 这是56 它的后续是什么 NURL 它有地址不 66 你别理 62吧 叫62 那谁来指向它 67 67 现在67应该有后续元素了 是不是67应该指向它 对 那我的67的后续元素 我怎么老找不到鼠标呢 这儿 这儿 是不是就应该指向它 对吧 56 那下一个是多少 78 78 78呢 那所以位置是 计算完存储位置 应该是所以为一的 对吗 然后所以为一的 发现有元素 有元素怎么办 掉1个数方法 继续比内容 比几次 比三次 78 23比一次 不相等 78 67比一次 不相等 78 56 不相等 那不相等怎么办 不相等的话 这块又有节点了 是不是 不相等的话 这块又有节点了 那它是多少 78 它的后续有元素吗 后续没有元素 但是这个节点有地址吗 这个没有77吧 有 没有77 然后这个节点上有地址 谁来存储它 56 56的后续是指向它 我发现 你们现在练表指导挺好 你都知道应该它指向它了 真的 然后再看一下下一个是谁了 47 47和11的余数是3 那它的位置是3对吧 3这个位置有元素吗 有 有元素拿什么 有元素掉1个数方法 是不是再比啊 发现36和47不相等 不相等的话 我这是不是又创建了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是谁 47 然后后续有元素吗 没有 没有的话 它有我们的一个地址 你换一个吧 你是老跟它过不去干啥 然后谁来指向它 我的36的后续是指向它的 放这行吧 能看到 36的后续是指向它的 现在请问 请问集合当中有多少元素 不用数 10个 10个 因为一共是11个元素 有一个元素没添加上 有一个重复的元素 是不是一共添加了10个 添加了10个 通过这个图你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哈希赛是无序的 因为你得计算存储位置 计算的存储位置在哪 不一定 你第一个添加进来的元素 不一定就在 所以为0的位置上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 那要位置相同的话 调Egos方法 是不是就比较内容去 然后内容相等就不添了 内容不相等 那是不是直接使用链表 在链接 那现在你能知道 为什么它的添加速度快吗 它的添加不再需要移动元素 三步搞定 第一步 哈希扣的计算哈希码 第二步 根据Y等于KX计算存储位置 然后现在 要是这个位置上没有元素 两步就搞定了 这个位置上没有元素 两步就搞定了 一计算哈希码 二计算存储位置 位置没元素 不要添加进来了 两步 是不是 那如果这个位置上有元素 我再调用一个Egos方法 比内容 内容相等不添加 内容不相等 使用链表 链过来 所以这是不是三步 添加数三步 计算哈希码 计算存储位置 然后位置找到了 那你就 比呗 没有 反正没有元素就直接添加 有元素就Egos 对不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删除 快吗 删除是三步搞定 第一步计算哈希码 第二步计算存储位置 到这个位置找 找到了就删 找不到就拉倒呗 是不是 两三步就搞定了 那他的查询 你知道为什么速度快吗 他的查询 他的查 你删除之前不就先查询吗 是不是 所以哈希表 为什么快 因为你要删除之前 计算哈希码 计算存储位置 到这个位置找 这时候删除之前 要查询 找到了删除 找不到就拉倒 那也就说 这是一个哈希表的原理 叫做什么 现在你知道了 他的确比咱们的什么快 数据快 是不是 但是他的数据结构复杂呀 他正儿八经的 的确是比咱 等会啊 他正儿八经的 的确比咱们的数据和链表快 但是他有的缺点 就是无序 对吗 他的缺点是无序 所以才会引入咱们的 我看看啊 所以才会引入咱们的 下面的一个 咱平时也不用哈希赛的 咱平时用谁 你说老师 你给我讲了半天 咱不用他呀 对呀 咱平时讲 你说找找找 讲了半天 咱平时在哪呢 你说 不是找 咱讲了半天 平时不用他呀 咱因为他的缺点是什么 无序 我们想要的是 既快 还有序 那就另一刻的哈希赛 他使用 他的link的哈希赛的底层数据结构是链表加哈希表 使用链表来维护添加顺序 使用链表来维护添加顺序 使用哈希表来计算它的存储位置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这个link的哈希赛在哪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整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复杂呀 它的底层数据结构叫哈希表了是吧 哈希表本身是不是就数据加链表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子类 它的子类叫永序的哈希表 它的子类叫永序的哈希表 叫什么 叫link的哈希赛类叫永序的哈希表 叫永序的哈希表 它是什么 永序 但是它的特点是永序 唯一 然后呢 它的底层数据结构是什么 使用的叫链表来维护添加顺序 使用哈希表作为底层数据结构 因为哈希表的速度不是快吗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好像到link的哈希赛类的这好像结构就更复杂了 因为本身哈希表都是数据加链表 这个哈希表本身是不是数据加链表 然后呢 你这又使用链表是维护顺序 是不是 这个 它的结构就更复杂了 是不是 但是它快呀 那link的哈希赛类怎么样 link的哈希赛类怎么样 你把这个哈希赛类Ctrl加C Ctrl加V复制 复制完了吧 说复制完了 然后Ctrl加F 查找谁 查找哈希赛类 全都给我替换成叫link的哈希赛类OK CtrlF 替换完毕 它现在告诉我替换完毕了 替换完毕 然后你再瞅一瞅吧 我的添加顺序是然 你瞅一瞅 添加顺序是 葡萄 葡萄 苹果香蕉橘橘子 哎呀 好恶心 看最后一个就行了啊 葡萄 苹果香蕉橘橘子 是不是有序了 对吧 那也说我们平时会用谁 会用link的hasic side 虽然底层数据结构复杂 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 效率是最高的 添加删除查询效率都是最高的 而且它还有序 是不是 无缺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数据结构复杂 链表和什么hasic表 那也就说我告诉你 我不带你看我这个link的hasic side 不带你看圆码了 因为带你看圆码的话 它肯定会有数组 然后还有什么链表 链表还设置到了节点 因为你link的list的时候 链表的时候 是不是每天加一个元素 创建一个节点 是吧 所以不带你看圆码了 对也就是说我给你讲了这么 我从昨天就开始给你讲 一直讲到今天 然后你用这个就行 我还没讲完呢 等我明天讲完之后 你发现这个也不一定用 那现在老师问一下 你的AI 问完就下课 link的hasic side会用了吗 会了 也就是说你的集合的AI 你集合的这几个方法会用 剩下的所有类的 你都会使用了 是不是 好了那赶紧下课吧 谢谢 谢谢